那有五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在政治打压封锁底下 如何来谈数位人权 以香港作为一个例子 这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当然香港现在被侵害到的 不只是数位的人权 包含最基本的人身自由 现在也被侵害得相当严重 那我们看到有很多自由软体 在这一波里面 被用来作为 好比像香港组织读书会的一个方式 因为他们在组织读书会 就像之前台湾比较没有言论自由的时候 的那种读书会一样 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很注意说 他们用的那一个视线软体 不会出卖他们 那之前也有一些 比较知名的视线软体 大家都知道 可能在他的内部管理员里面 就有人会直接跟北京通风报信 那所以在他们每次要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都比较不安心 因为他们不知道说 即使他用的是美国的伺服器 那会不会那边的管理员 一跟北京通风报信之后 他只要按一个键 那这整场会议就取消了 而且所有的描述资料 包含谁有连上去啊等等 都会被交到就是北京的手上 那这个目前 以我所知美国司法部 已经对之前刚刚讲到的那一个行为 已经公开的提出告诉了 那所以我是觉得 这件事情是确实存在的 那我在当时就是 我教育部去禁止使用Zoom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给出一个建议 就是像我自己是用Juzy 它是一个点对点的一个可以设定成 点对点的一个加密的一个视讯平台 那它的功能跟什么也相差不了太多 那最大的差别就是说 它是自由软体 所以你可以架在你自己现在的一台机器上 很多像我记得当时应该先北市吧 的一些电脑教室 它里面有一些已经不再用的 可能上一代的个人电脑 那因为Juzy基本上不太需要用硬碟 它只需要用一点点记忆体 所以就很适合把这些老旧的电脑 稍微修改一下之后 就变成大家的视讯的伺服器 那当然很快 因为你不需要连到国外再连回来嘛 那而且也很稳定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可以相信哪个管哪个电脑的人 中间的路由你也可以相信 那这个时候就很适合用来组织读书会 所以如果找Juzy 然后找读书会 然后找香港的话 就可以说不定发现一些读书会可以加入 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例子 那所以其实就是点对点加密 或叫做端到端加密 这个其实真的是很重要 因为如果没有端到端加密的这种设置的话 那每一个中间人其实都知道 你正在跟谁说话 甚至还知道你讲完内容 那如果点对点加密的话 基本上就只有你跟对方两个端点知道 那只要这两个端点不是都在同一个管辖领域里面 那中间的那个电信商也不是都在同一个管辖领域的话 那一个管辖领域它的治理就非常难去完全剥夺这种端到端的加密 那但是如果你不是用端到端加密的话 它是把那个中间点叫做choke point 把它这个就是扼住 那这样的话 其实这整套新人就会很容易被破坏 那所以我们基本上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所以有敌意的网路里面那这样子要怎么办呢 那在2000年出头的时候有参加一个叫做freenet的计划 主要是做它的中文翻译 然后还有安装教学啊等等 那那个计划当然现在还是有人在用 但是现在就有很多别的软体了 像说洋葱路由啊等等 那这些大致就是说它有一个叫做deniability 就是每一个人在传送我们叫风包买一个信封的时候 你都可以主张说 因为我打开这个信封里面还是另外一个加密的信封 我只是左手送到右手的下一个路由 我也不知道里面到底还有几层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主张说 我只是在帮其他人传讯息 我根本不知道里面到底在讲什么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就算它的路由都是在监视之下 那至少它也提供最起码的 就是如果被发现的话 你可以说我只是好像一个common carrier 就是在有拆封信 我没有拆这封信嘛 我也不知道里面写什么 那这个也是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 那大概就是先回答到这边 因为毕竟这不是技术上面的论坛 但是确实就是技术 它如果是assistive technology 就是辅助式的科技的话 它至少要符合两个嘛 刚刚第一个讲的比较多 就是accountability 就是你可以自己安装自己修改 然后如果坏掉了 你可以自己看到哪里坏掉的 而不是靠远在云端的某一个供应商 那另外一个就是它必须align 它的alignment必须没有问题 就是它是以你的最佳利益为利益而行动 而不是说好比像说 我戴眼睛是为了看得更清楚 而不是为了每三分钟跳出十秒钟 还要倒数才能关掉的广告 对不对 那如果我的眼镜这样做 那它就不是对我的alignment 它就是对广告商有alignment 所以这一点也是当然非常重要 所以这一点也是当然非常重要